在祖国的西部边陲 担负训练和生活物资运输任务的汽车兵翻雪山过打板 常年奔波在充满艰险和挑战的任务途中 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旅 四级军事长陈东方已经在新藏线上来来回回跑了16年 即将服役期满的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一次次驻足车场 一遍遍检修车辆 为的是把眼前的一切连同16年的军旅生涯留存于自己的记忆深处 一大早陈东方就带着徒弟叼延新来到车场 检查第二天执行运输任务的车辆 入伍16年来陈东方驱车心脏线一板余趟 累计在高原安全行驶30多万公里 即将离开坚守多年的岗位 陈东方独自一人在车场走了一遍又一遍 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经验都留给徒弟 生怕有什么遗漏 这个绒子是陈曼雅给我的 这是他跑心脏线以来记录了16年的驾驶技术维修要点以及经验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他的 交易行程证 我赋予其一满机枪离开部队 善将车辆交解由你 请师傅放心 我定将不负阻托 继承发扬好昆仑铁骑精神 请交车 车辆交接仪式结束 车队又踏上了运送物资的路 车辆缓缓驶出营区 陈东方与车队一一惜别 他湿润的眼眶不仅饱含着对千里心脏线的怀念 更蕴含了对军旅生涯的不舍 车辆交接价达的不舍 车辆交接价达的不舍